从10月1号起一些领域的员工必须要采纳接种或者是定期检测的机制 本地最大雇主公共服务部门将会率先的推出这个机制 劳资政三方发布新指引呼吁所有的雇主效仿政府部门的做法 规定未接种冠病疫苗的雇员接受定期的检测 同时符合接种资格却选择不接种疫苗的雇员可能需要负担这些检测的费用 人力部的文告指出雇主可以向工会咨询 针对已接种和未接种的雇员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措施 在新的指引下雇主可以要求那些符合接种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条件 却选择不接种疫苗的员工承担一些费用 例如试剂盒和居家隔离的成本 同时如果未接种疫苗的雇员因此需要更长的隔离期 雇主可以要求雇员申请年假 年假如果已用完也可要求雇员申请无薪假 同时雇主也可以选择不让雇员获得冠病相关的保险覆盖 人力部强调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雇主都不能单凭雇员是否已经接种疫苗 决定解雇或动言解雇员工 雇主也不可在没有双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长期要求员工放无薪假 不过如果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不遵守职场上区别 以接种者和未接种者的合理措施 雇主有权终止雇佣合约 уть重点解雇卖